新竹市府举办台语金曲职业活动 但其中竟然邀请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陈慧宏上台 被批评根本行政不中立 代理市场还替陈慧宏歌功颂德 也谢谢陈慧宏副市长的代理 让公道三在今年的5月20日 6月25号来开通 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连跟人就说 代理市长带着候选人在台上戏鼠震惊 根本变成民进党的肇事玩味 高宏安也指出 至少活动的招标时程异常快速 9月23号才进行公告 那在10月22号就突然的举办了 托骂这是用公堂来替选情告急的沈慧宏 良心打造的竞选活动 其实在民进党执政下 办活动变相助选候选人不是头一遭 七月底桃园市政府举办铁道艺术节 当时已表态的三位参选人都有到场 但唯有时任民进党参选人的临志坚 在采接时仿佛成了整场活动的主角 连主办方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和台铁局长都只能够站在他的两侧 根本是很粗糙的供旗私用 假计师傅活动来为自家人助选 民进党应该改掉 抄理各种名目 用国家机器选举漏袭 这不仅是滥用人民纳税前 更是民主大退步 民众也要看清楚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用选票告诉政客 不能够为所欲为